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的來往這款新知歸途 這邊有一些禮包碼 VIP66888 XZGT888 好 我們就來吧 遊戲的話是9月7號開始測試 測試到9月14日 二次元 卡牌 可能有美少女吧 因為好聽耶 不知道有沒有版權 3D的遊戲檔案蠻大的 快2G吧 可能1.8G 剛剛花了一點點時間下載 好 好 謹音公天 這有點像日本武士 那個頭盔那個腳 那蠻奇怪的沒有語音喔 比論上這種二次元卡牌應該有一點語音 好 有一個動畫 演出 大概2-3秒然後就打過來了 他自己會放 這個 這個 小蘿莉不過是好像科技型的 對 好 即時戰鬥 即時戰鬥 這個對手是誰啊 為什麼叫他魔王 魔王 好 魔王變身了 剛剛他好像沒有腳 哇 魔王變好大隻喔 模組力會是不錯啦 就沒有語音 這邊可以跳過 因為這是 戰鬥演示 通常會開始 開局可以演示一下 9月7號有什麼遊戲啊 有那個 FF7啊 太空戰士 但是我魔尼西王不能過來 好 魔尼西不能玩 就最終幻想器 什麼永恆危機啊 之前有紀錄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不能玩 魔尼器 他直接顯示說裝置不符合 32位元跟64位元都不符合 可能要找那個 安卓版本高一點試試看 我還沒有弄 咳 因為我的魔尼器那個安卓版本是6啊7啊 可能要找9以上要試試看 不過那個可能就英文版跟日文版吧 算是國際服吧 史詩貝雷馬 好是往前奔跑型的放置 掛機 就是這種都是會做成3D然後 卡牌的質量會比較高一點 下面是屬性吧 水火風 這不知道是地還是什麼 地水火風吧 然後光暗 保存 然後我們戰鬥 這種往前奔跑的 比一般的那種 放置卡牌 質量會好一點 就角色這個3D模組 會比較好 這也是算是一種 一種放置卡牌的類型 不過比較納悶就是他怎麼沒有語音啊 就是你要一兩句 卡牌這邊要有語音啊 推測可能還在測試吧 還在測試有時候他還沒有完成完全弄好 畢竟語音只是 丟上去嘛 對不對 跟動畫做起來比起來應該語音比較簡單吧 就是花錢 找聲音又來 來弄一弄 音樂算是 好聽但是 感覺 不太搭 就這個音樂有點那種 戰鬥音樂就是 比較 澎湃的那一種 然後敵人是 武士啦 武士 剛剛有出現 很像日本武士 日本那個藏國武士都戴那種頭盔然後有那個 腳都很尖這樣 還獨眼龍 戰鬥國武士的獨眼龍 教傳文子 日本 查一下日本戰國 獨眼龍 通常是指誰啊 伊達正宗 伊達正宗 不過伊達正宗出現的時候好像都穿藍色 還假居多 我啊 紅色盔甲通常是那個 另外一個 增田幸村那一種的 反正就戰國 巴薩 巴薩卡嗎還是什麼 沙巴拉喔 有點忘了啦 以前都玩過 好養成一下 就美少女 全部都美少女卡牌 好 剛那一隻是守屬橋嗎 敵人啊 就不見了 戰鬥 苦拉耶 我自己配音一下 有沒有招式名稱 冰爆什麼什麼的 好兵器法師在後排 然後一個拿槍的 然後一個拿刀 刀劍的 喔這個拿錘子喔 重型武器 這種奔跑型的有時候會做成像那種烏拉拉那一種 需要組隊 但這種不是 這種是 單人 單人放置卡牌 不需要組隊 冰爆寒天 冰爆寒天 沒有語音的話你就對他們角色比較陌生啦 就少了一個 聽感 聽覺 其他這些動畫啊什麼的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都已經很好了 畢竟檔案也快兩句了嘛 過湯喔 叫糖果也蠻多了吧 Pandy 果糖 風靈果糖我只知道風靈果糖 小時候有一個童星 代言那個風靈果糖 老一點的人應該知道 他叫做糖糖 好像叫糖糖 前幾年出車禍死掉 就台灣的交通嘛有時候就這樣 他只是那個停在等紅綠燈喔 騎摩托車等紅綠燈 坐後座 跟他老公吧 畢竟也三十幾歲 然後那個車子就沒有煞車就往他們身上撞上去 撩過去就死掉了 真的是 我自己在騎摩托車的時候也是一樣 盡量靠邊邊 你不知道那個 駕駛員他有時候 分心出心 他直接開過去呀 看紅綠燈就直接給你壓過去 我自己就遇過啊 所以我不喜歡騎省道 省道那個車流量很 快很高 尤其省道如果你經過那個交流道的時候 那個車子真的是 有夠誇張的 那有時候摩托車不能走那個引流道 你會直接這樣騎過去 反正我就停在紅綠燈的格子裡面喔 機車有那個停車格 明明是紅燈喔 結果突然間有一輛公車 很大的公車從我旁邊呼嘯而過 就從我旁邊而已 他就不管紅綠燈就直接從紅燈過去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就覺得好可怕 他如果拿根莖不對稍微轉個彎 稍微方向來動一下我就被裝飛了 所以就 騎摩托車風險很高 老一輩的人都會說那個 開車是鐵包肉 那你騎摩托車就是 肉包鐵 你一摔車對不對就是動輒骨輒 輕則骨輒啊 動輒半身不隨啊 這邊怎麼特別白啊 這邊應該有bug吧 這個 過曝過曝有時候模擬器 的一些狀況會怎樣 假設會過白 這個音樂真的是 不太搭 我覺得不太搭 女神之刺史詩聖職 最近那個三道猴子不是 很紅嗎那個影片 三道猴子剛開始的時候問我家裡的人沒人知道啊 我說哈你不知道最近很紅 就是沒有關注 那很多人都撐一波熱度 三道猴子 就是 低薪年輕人然後車帶然後去 玩車這樣 然後你只要一摔車有沒有 那車子就沒了然後你身體也沒了 也受傷了 你就會陷入負債危機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台灣應該大部分都有信用卡吧 我小時候很小的時候是 親戚的一些 表哥啊或是一些比較 年長的那時候是那個 信 就是信用卡借款 現金卡 Jorge Mary 那時候台灣陣喉 就直接辦一張卡然後 就可以頂錢頂出來 直接吐錢給你用 不是你的錢直接吐錢 給你用這樣 那你沒有節制就會 卡在就變卡倫 好嗎 所以我 根本沒有信用卡 我是一個沒有信用的人 沒有信用卡有什麼好處 就不用透支你的 未來消費 信用卡就是透支你未來來消費 你如果忘了繳信用卡費 它會利滾利 它跟你約定幾% 那%數很高 當然如果你準時角是沒問題 記得以前那時候那個現金卡都是20%吧 因為法律規定台灣法律規定就是你的年利率20%以上就是 高利大 其實高利大更可怕 高利大 比如說你去借10萬 借10萬現金它就給你8萬8 他先給你扣起來 先給你扣1萬2 就說這個是利息先給你扣起來 你借10萬它只給你8萬8 然後 扣起來之後你只拿到8萬8 一個月要還他10萬 一個月要還10萬 自己去算那個利息給我吧 就稍微會點算數的應該可以知道利息多可怕吧 1萬2的利息啊 天啊一個月1萬2 只拿到8萬8這個利息是多高啊 這麼好賺 對不對 我拿30萬去借人好了 每個都給他那個 扣1萬2起來 我一個月薪水就3600了 比如說我30萬的本金 借人家我一個月可以拿3600 而且我是先拿起來 他其實沒有借到30萬 他其實只借到20幾萬而已 我講的都是 都是那個地下 地下錢莊啊 很可怕啊 千萬不要去借地下錢莊 但是 你會這麼想 但是 形式就是他已經沒有人可以借到錢 就是他的親戚他的朋友全部都借完了 借過一輪了沒有人要再借他錢 他已經走投無路了 走投無路銀行也不借他 然後 大家都不借他了 那他又需要錢 嘎不過啊 每天跑3點半 就只能去借地下錢莊 就是這樣 好我們回到遊戲吧 好多全部都美少女啊 全部都美少女 這個 台服可能玩得到吧 不過 不知道還是要看 看有沒有代理 或是他會不會直接丟到台服 有時候他們是這樣啦 就是他們一直沒辦法取得帆號嘛 然後就 比較審查嚴格 那就去海外 先賺 先賺一波 所以有時候台服可以玩得到 OK回來遊戲 講了一些比較 現實上的東西啊 所以大家騎車要小心啊 盡量不要去 貸款啊 借錢啊 我是沒有那個問題的啊 是沒有那個問題 我剛說我連信用卡都沒有 一個沒有信用的人 我要跟誰借錢 信用卡是要累積信用點數啊 就將來你要 投資做生意啊 或是跟銀行借錢的時候 他會去看 或是你要去房貸啊 好 那 想用的時候怎麼辦 用別人的啊 用家裡人的啊 我就是這樣子啊 隨便 所以就不太需要花到錢 直接花現金了 就花現金的好處就是 你不會 過度消費 好我們這邊已經上陣5隻了 就是 這種卡牌就是只能看到 戰鬥的時候只能看到背 背後啦 比較沒辦法看到正面 這個不能放 不能放大縮小 然後不能旋轉 有的可以 有人說戰鬥的時候可以看 或是奔跑的時候可以看 之前這種類型的那種放置卡牌 有的是可以看 這邊可以角色展示核心技能 喔這邊不能旋轉 好欸 玩18分鐘囉 喔剛剛講的那些有的沒的 講太多了 沒專心玩遊戲 好啦這些我們就不看了啦 任務好友郵件郵包 遊戲可能有換過名稱喔 可能有換過名稱 之前可能叫什麼 異世界什麼的吧 反正這個名字現在改做 改做叫做新知歸土 因為這名字也是改來改去啦 但是我沒玩過 真的我是沒玩過 然後這個是 聊天室是不是 玩家交流群是怎樣 好快速掛機器備戰 福利 我們稍微看一下 簽到 等級獎勵 每日壘衝 冒險者 我們剛剛應該有10連抽 在我不知不覺的時候有10連抽啊 10連抽啊 然後這邊是卡牌 這種卡牌不會全部都女的 會有 穿插幾隻男角 通常會穿插幾隻男角 就沒有那麼女性啊 好然後其他的就再說吧 新知寶就是我們主頁面吧 我這邊是3D的全3D的 我召喚這樣 好像沒有看板娘是不是 我們的角色會丟在這 沒有那種很大的看板娘在這 這是放置收益 任務日常週常出現 基本的喔基本的 保有 郵件的話 測試遊戲通常不會有福利 那陸服遊戲也不太會把福利放在這 因為他們喜歡用 用一些禮包碼 去收禮包碼 不是禮包碼 收禮包下 用APP層次去收禮包下 台服比較有可能就是 預約獎勵放在郵件裡面 這不太一樣 好這邊還有其他的東西 就玩到這邊囉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3D卡牌美少女 二次元的但是沒有語音 目前沒有語音 不知道是我的問題還是他就是目前沒有語音 理論上應該要語音 這樣才會更完整 反正是測試服 好的我是漢魔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